三寸的四十个忽诉真假难免 At this, the police pronounced ironically that This would hardly be necessary as the men were already under arrest 对于这句话,警方讥讽地指出,说这大可不必 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捕了 他们两个人说要报警,你们不要报警 我们就是警察,你们已经被捕了 这指出就提醒他们注意了 你不要报警了,我们就是警察 指出提醒注意 所以在这里面是可以加net从句的 因为它是复词,out是复词 我们说警察,后面一般不加net从句 但有几个所谓的例外 就咱们说的in that,but that,except that 这个是表面上是警察,后面加net从句了 但其实很多人也认为这不是例外 为什么呢?很多人把它看得复合联词 in that相当于because是因为引导原因状怡从句了 看得复合联词了 but that,except that,两个意思一样 既可以表示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也可以表示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这个表面上都是借词加net从句 但是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把它看得复合联词了 那就没有例外了 把这个几个技术就好了 那确实在除这些情况之外 那从句一般不复的借词后 但可以放到复词后 你看像这样一些搭配就必须变化 当然我们再看一个 后面加net从句的另外一个例子吧 咱们看一看三册的第十六个 就是玛丽有同小羔羊 你看这个书是不是后面又加net从句了 After telling several of his friends about the theft Dimitri found out that his neighbor Alayko had suddenly acquired a new lamb 在把这个盗窃跟几个朋友说了之后 Dimitri发现他的邻居叫Alayko这个人 他突然间他得到了一只新的小羊狗 那有人跟我说老师 这find out 后面加net从句 那个out不是这词吗 我们看到这个out是什么词 是副词 为什么我们即可说find out something加遍语从句 也可以说find it out find it out 遍语短可以放到out前面去 那说明out一定是负损 这个时候没有违背咱们的规则 因为net从句没有用在接词后 对还是可以的 但你看这些搭配就必须得换了 对什么什么发表评论 remark on something comment on something 这后面加接词on再加遍语 但如果加遍语从句 就不能说remark on that comment on that 就必须换成remark that comment that 把on something整个换成that 这个that前面就不能加接词 因为这个on一定是接词了 在这是接词 好 就是把这个看清楚 再回到剧中 海洋顺应工作室的生物学家指出 咱们看这遍语从句了 that however intelligent may be 无论他们有多么的聪明 这是一个刚才说了 让步状悠从句 迁逃在遍语从句里面 however intelligent may be 也可以把它换成no matter how no matter how intelligent may be 无论他们有多么的聪明 however 可以换no matter how 一样的 这个咱们讲过可以替换 还有干脆我们用 这个静管来让步也行 although though even though 还有咱们说的while 但不要用even if 咱们说了even加if 是假设 是即使 他后面一般跟假说的情况 但even though 是尽管 我们没问说 although they may be intelligent 尽管他们可能很聪明 这个也通顺 这四个单级也通顺 或者咱们用 让步状悠从证中 这个 的道章 这个道章在三册的26颗 真够大饼干罐头中讲过 怎么道章呢 就是把被强的词 放到从今聚首 代替连词的位置 被强的词 后面加一个s 在这里面只能强调intelligent 尽管他们很聪明 很聪明 怎么用呢 intelligent as they may be 尽管他们可能很聪明 被强的词 放在从今聚首 代替连词位置 原来那个however 什么although都死了 放在这 后面加个小秘数s 然后后面再抄下去 这种道章 它的目的就是被强调 强调什么 强调从具具首的这个词 咱们再做个练习 当然这个结果 只用在书面中 口语考试不雄 只用在写作中 比如说 尽管这女孩很漂亮 我依然不喜欢她 although the girl is beautiful I still don't like her 那么强调哪个词 只能像她beautiful 漂亮 中文中就没法强调 因为中文中 没有强调句型 因为中国人为什么 连成年人都爱听评书 评书 他一说 就能知道这是哪个重要 尽管这女的很漂亮 尽管这漂亮 英语中不用用碰碰 我直接把beautiful放在剧手 后面加s不就行了 该怎么说 beautiful as she is I still don't like her 多简单 beautiful放剧手 代替all don't wait her 后面加s 尽管她漂亮 我还是不行 但注意 口语考试不要用就行了 这是咱们把这几个让步 再看一看 好 回到剧中 无论他们有多么的聪明 这是什么样呢 避欲从剧中的主观结构在后面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这可能是个错误 那个it是形式主义 咱们说了 真正的识识动词不定是 to credit dolphins with any motive of life saving 这个又不好说了 里面出现一个 咱们讲过的第二课 讲的credit credit如果后面加s to 这个好办 咱们讲过credit something to 叫归音于或者归功于 I credit my success to good luck 我把我的成功归音于好运气 这是归音于或归功于 但本文中加的是with 加with意思不一样了 credi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一般前面是人 后面是东西 在本文中只不过 引人化的是个海豚 是什么意思呢 认为某人有某种特征 认为前面的人有某种特征 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就认为海豚 有救人的这样一个动机 他们认为这恐怕是错的 我们注意 在本文中 credit dolphins with multiple life saving 认为海豚有救人的动机 在这儿是好翻译 但是本文中 something 后面的something前面 如果加上了比较急时候 就容易翻译错了 咱们注意翻译 如果something前面有比较急 这注意翻译别翻译错 你比如说 I had credited them with more integrity than they should 这个integrity前面有比较急more 表面意思呢 是我原来认为他们应该有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政治 表面是这个意思 但不通顺 我原本认为他们应该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更加正直一些的 这些反话正着说了 说委婉一些 如果执意的话 就是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样的龌龊 为什么 我原本以为他们应该更正直的结果没想到他是这么的龌龊 这么一个意思 你再看这句话 咱们试试 咱们试试翻译 该怎么翻译 I credit you with a little more sense 我本来以为你应该有更多一点理性的 一点理智的 怎么翻译呢 没想到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样的糊涂 反话正着说了 这个注意翻译 但都是来自于认为某人有某个特色 这个大肥 好 本文中是认为什么呢 认为海豚有救人的动机 这个motive表示做某事的动机 注意后面借词 一般是加for或者behind 那有点为什么本文中叫off呢 这个是后话 咱们一会儿再去解释 记住做某事的动机 motive后面加for或者借词behind 比如说the motive for the murder 这个谋杀背后的动机 谋杀的动机 还有the motive behind the bombing 这次炸弹袭击背后的动机 就是做某事的动机 后面加for或者behind 这个在李老师推荐的字典 在老师博客下载 往往里面字典里面有同一次提款功能 去博客看就好了 百度搜李老师的名字 李延龙加博客 第一个结果就是 那么我们47课再次出现 印证了这个说法 274页第一句 47个274页第一句话 你看他怎么说 economy is one powerful motive for camping since after the initial outlay upon equipment or through hiring it the total expense can be far less than the cost of hotels economy是多意思 这不是经济 这是节约省钱 未来怎么会说 省钱是我们露营的一个强大的动机 为什么 因为在初始购买设备之后 甚至设备都可以去租用 equipment不可说明 我们叫in 整体的开销会比住宾馆要少得多 便宜得多 你看 露营的动机 multi forward camping 为什么本文中后面加的是off呢 因为本文中表示不是做某事的动机 它并不是救人的动机 它的动机就是救人 它并不是救人背后还涂的财涂的色 就救人这个动机 我们知道借次off是个演出同位于的 所以本文中不是做事的动机 而是这个动机就是救人 救人就是动机 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看例子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 the motive for 或者是behind bombing is revenge 这次炸弹袭击的动机 就是复仇 这个里面当然用for or behind 做某事的动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the motive of revenge 复仇这个动机 这会能理解了吧 动机是什么 就是复仇 复仇就是动机 本文中是救人这个动机 而不是救人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 你说你冬天掉冰糊润里边了 一个小伙子把你救上来了 你说what is your motive for saving my life 你救我动机是什么 人一脚给你踢活起来 救你就是动机 救人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动机 这个词 动机就是救人 你看英语中一个戒词 都是好大的学问 这个注意千万不要过得搞错 本文中用的完全正确 第二句话用适用学的观点 推翻了第一种人的 就是这个第一句话中 海员们的superposition 这个迷信 认为海员迷信是错的 咱们通过头两句话 立刻反映出来 这不就是咱们以前说过的 主张反应模式的文章吗 就上来先给出 这个一般人 或者某种人的一个观点 一个看法 第二呢 下面给出作者 或者专家的一个反馈 一个反应 然后下面给出为什么 你看本文中就是claim 海员们的迷信 然后denial 专家认为他是错的 对他的否认 下面必然要给出reasons for denial 说为什么认为他是错的 咱们还记得吗 第五课use 结构跟他是完全一样的 第五课use 第一句话是 人们总是讨论 年轻人出问题了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做这个看法是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不是年轻人 是老年出问题了 他也是个denial 第五课后面 也是给出reasons for denial 为什么否定这个说法 本文中 这个语片结构 跟第五课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句话是 推翻了第一句话中的迷信 那下面必然会出现 reasons for denial 为什么认为是错的呢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后面的第三句 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给出了reasons for denial 为什么我否认这个迷信呢 当然你后面可以给理由 也可以给例子 对吧 都会支撑你的这个判断 那么第一个想给理由 他说为什么 他们根本没有救人的动机呢 注意第三句话 他说 on the occasions when they have pushed to shore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as in rid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这个还是想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on the occasion 是在这个场合之下 可以看到时间状语了 后面这个when 黄颜色的句子 那么明显是 可以看的定义从句 来修饰现金词 accations 在什么场合呢 这accations是场合的意思 他一般跟on搭配 在英文会说 就是他们呢 把一个失去知识的人 推到了岸上 这里面这个too sure 是个状语前置 因为正常语区应该是push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oo sure 在这儿呢 为了句实平衡 先说状语 后说病语 把一个失去知识的人 推到岸上 这一会儿咱们会说 这句实平衡 后面这白夜色的 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干结构 句子的主句来 他们这个更有可能是 做了一个事情 out of curiosity 还有for sport 这两个是并列的 就是带下滑线的协定字 并列的原因状语 第一个 out of curiosity 是出于好奇心 out of就出于了 for sport呢 是为了乐趣 这个sport咱们在第三课 motherhood们讲过 就是表示 fun的乐趣 amusement 这个意思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 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是为了乐趣 会为了好玩 才能做的那样 s引导的是 方式壮与充俱 修饰前面的 out of curiosity of sport 正如他们在追逐 船头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是那么做的一样 这个bio是船头的意思 结果right 骑着浪花在走吗 就这么意思 这个s里面省略了很多东西 它省略的是 as they have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sport in riding the bow waves of a ship as后面 把主剧中 出现过的成分省略了 写全力应该是 正如他们 在追逐船头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正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那样 他们救人时 也是为了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 s省略了主剧里面曾经出现过的成分 s引到方式状态从具 经常可以省略主剧出现的主位结构 而只剩下s加借次端语这么一个成分 这个省略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 好 咱们先看看里面细节 首先这个occasion 咱们翻译成某事发生的时刻 或者是场合 这个词记住借次搭配 一般来说 有跟其字on或者upon搭配 这是固定搭配 在什么什么场合 比如说on such occasions 在这种场合 on rare occasions 在很罕见的场合 很少发生 那么再比如说 再看更多的例子 三册的第21盒 丹尼尔·门多萨里面 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Mendoza methemfries in the ring on a later occasion and he lost for a second time Mendoza和老师汉弗莱斯 在拳棋台 另外一个场合 又在拳棋台相遇 并且他再次被打败了 on a later occasion 在后来的一个场合 用upon的更为正式 在本文中 后面就出现upon了 你看在本课书中 第九行 看课文第九行 It is possible that upon such an occasion a battle ensued with the sharks being driven away or killed 很有可能 在这样一个场合 战斗随时发生 鲨鱼被赶走 或者被杀死了 你看用upon来搭配 这是场合基础 跟on或者upon搭配 我们写作中还经常说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 就可以用好多词了 注意场合 跟这词on 但情况一般跟in来搭配 就是instance跟in来搭配 中文中是没准的 这个场合跟什么都行 这个场合上 这个场合中 这个场合下 上中下都行 但英语中跟on 情况 这个情况之中 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上 当然用之上用得少了 但情况中 情况下 都可以用 中和下都行 但是instance这个词 一般跟中 跟in来搭配 这个情况之中 在中文中可以是情况下 但是在这个搭配 一般跟in搭配 in most instances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further treatment 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了 您这个可以认为痊愈 可以出院了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又跟的是这次in搭配 还有一个情况 就circumstance 它跟instance同一词 也是情况 而且一般也是习惯用复述 但这个instance 这个词 一般跟under搭配常见 在中文中说情况下 情况中 但这个中 这个用下 当然它偶尔也能跟in搭配 但不常见 多数是跟under搭配 你比如说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you approach that man 你任何情况下 都绝不要接近那个人 under no circumstances 注意是表示否定含义的状语 放在聚首了 所以后面这个should 用了一个道章语序 这是部分道章 注意场合 occasion加on 或者opon 情况 如果instance加in circumstance 一般加under 而且这两个 都是习惯用复述 好 回到文中 他说在这些场合下 什么呢 他们 they have pushed to shore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 正常语序 应该是这样的 they have pushed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o shore 把一个失去之间是避语 道案上是状语 但这么写的话 就头中脚轻了 为什么 他避语长 状语短 如果避语长 状语短 咱们一般可以先说状语 后说避语 记住我们在 极无动作用和解释后 不要死气白烈的 马上着急上火的写避语 着火什么急 冷静冷静 避语长 状语短 可以先说状语 改成push to shore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这个结果更好一些 咱们再看看2006年考研英语英语汉 就是06年考研英语的47题 这个也是让你翻译成中文 他就指知识分子了 他的作用 类似于法官的作用 这个代替作用 咱们中文中可以不翻译这个作用 他的作用类似于法官 但英语中必须是法官的作用 怎么样 必须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什么责任 用奥牌引出图文语来 这个责任就是 revealing 揭示 reveal 一定是个极无动词 揭示了什么 得有宾语 但你看后面这个 带下号线的环音色的是状语 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用尽可能明显的方式 这是状语 那么极无动词后面加状语 那一定宾语后知的 要不然就错了 宾语在哪里 在这里 the course reasoning 推理的过程 什么推理过程 后面还挂这个协定字 这些定义从据 使他做出决定的推理过程 把它带到决定那里 使他做决定的 整个句子好翻译了 他的作用类似于法官 必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就是要以尽可能明显的方式 揭示出 使他做出决定的 这个推理的过程 这个句子 跟咱们18课刚才的句子 如出一辙 这是长单句 为什么 改变语序了 所以好多阅读长单句 看不懂 就是语序发生一些变化吧 你看有一个13课的句子 跟它几乎一样 咱们做复习 就是76页第五行末尾到第七行 咱们见过 76页第五行末尾到第七行 We have to lower into the ground and haul out of ground Gridlands drill pipes which are rooted by an engine at the top and are fitted with a cutting bit at the bottom 我们必须 把很长的一学的钻管伸入地下 再把它们一学人拉出来 那么钻管顶部的马达 带同它旋转 钻管底部装有七个钻头 想过吗 这个lower和haul都是起无动词 它们都限加了状语 一个是到地下 一个是从地里出来 避语在哪了 在后面了 这个白颜色的带系号线的 Gridlands drill pipes 同样后面挂定语从具了 造成避语太长 状语太短 先说状语 后说避语 咱们再回顾回顾 咱们以前造过那句子 看还能不能再造出来 别忘了 请把我们急需的软件 从网站上下载下来之后 通过email发送给我 我们急需的软件 这避语比较长了 从网站上下载 通过email发送给我 下载发送 避语都是急需的软件 但是一个从网站上 一个通过email给我 这的状语都很短 所以咱们避语后置来 咱们试试看 Please download 先说状语 from the website 然后and send to me by email 两个状语 然后说什么呢 the software避语了 of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就好了 这个download和send 我们都先加了状语 对吧 然后在最后加避语 the software再加定语 of which we are in urgent need in need of 是需要的意思 一个书面语 但是在书面中 如果关系代词做戒词宾语 一般来说 咱们习惯把戒词 放到关系代词前的句 这个更庄重一些 这个表达 这是状语跟宾语 位置的变化 咱们在写作中 要注意阅读长端句 看到也得看懂 好 再回到这句中 把一个失去之举的人推到岸上 怎么样 他们更有可能 这后面是主句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done it 更有可能做这事 干嘛 out of curiosity 出于好奇心 这个out of意思非常多 在这儿是表示出于 就是因为了 这个意思 多看几个 out of necessity 出于必要 出于必须 出于必要 做模式 out of interest 出于兴趣 咱们见过 还有out of sympathy 我的out of pity 就出于同情 出于怜悯 比如说我出于同情 给了这乞丐一点零钱 out of sympathy I gave the beggar some change 给点零钱 还有呢 这out of respect 出于敬意 出于尊敬 out of conscience 出于良心 conscient 良心的意思 再比如说 out of desperation 出于绝境 出于不得已 desperation 是绝境了 迫不得已 出于不得已 做模式 I'm turning to you out of desperation 我是迫不得已 才求你帮忙 一定要帮我的忙 我实在没办法了 出于不得已 out of fear 出于恐惧 就是因为恐惧了 出于恐惧 咱们看看1960年 著名的小肯尼迪 就职演说中的片段 咱们看怎么说 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 anew是书面 就算again once again once more 这个意思 再来一遍 我们当时美国和苏联冷战 美国苏联 然后remember both sides 双方都能牢记 remember 飞飞动词 它来自极物动词 remember remember 后面也是现家壮语 on both sides 双方都能牢记 remember 宾语在哪 你看宾语从今在这 又是一个 先说壮语 后说宾语 那么civility 千功并非懦弱的表现 千功并非懦弱的表现 怎么样呢 an sincerity 诚实 真诚 真诚怎么样 就真诚永远要需要验证 be subject to 表示服从于 取决于 有什么什么决定 真诚永远取决于证据 就是真诚需要验证 拿出证据 咱们是第一人 你说真诚 你拿出证据 后面这个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这个用了回环到复的修词 第一句话 negotiate 后面fear 第二句话 前面是fear 后面的negotiate 就是回环或者倒覆 这个未来在我们46课 秋吉尔写的业余爱号里面 也会碰到 it's no use doing what you like you've got to like what you do 做你做的事 喜欢做的事你没用 你得喜欢你做的事 也是用这些修词 我们现在先看看 out of fear 出于恐惧去谈判 出于恐惧 不是在恐惧外面 不恐惧了 因为恐惧出于恐惧 好 我们再听一点 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好 这是出于什么 对吧 我们再回到文中 它是出于好奇心 或者是all for sport 或者为了好玩 这个for sport 这是老知识的 咱们在第三课见过 咱复习一下 17页的第一 第三课 modern alpinists try to climb mountain by route which will give them good sport 当代的登山者 那么试图爬山 通过这样一个路线 什么呢 将给他们很多乐趣的路线 这个sport在这翻译 就是fun amusement 乐趣不可处名词 对 用的是对的 再比如说相当于for fun for pleasure for amusement 等等 为了乐趣 为了好玩 为了什么什么 这个搭配是一样的 这是咱们在第三课讲过的旧知识 好 再跟后面说什么 正如as you're riding the bow waves of a ship 正如在追逐船头离开浪花时候 它所做的事情是那样的 这是一个让步状悦从中 里边出现了一个省略 好 我们下面看看这个s红句里面省略的是什么 刚才咱们的分析句子里说过了 省略的其实就是主句中的成分 咱们看一看 省略的是什么 as they have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sport 这个括号里的黄颜色的部分都被省略了 是不是就是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离开的浪花的过程中 这个in还是表示在什么过程中 对吧 他们正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一样 他们把人推到水面上来的时候 也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 你看这个括号里的东西都被省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大堆东西在前面主句中 they have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sport都出现过来 所以你看经常发现 as表示正如 它一定是个连词来 它经常方式状语从这边 只残留一个状语 这里就只剩下in writ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这次端语也状语 为什么呢 它从句中的主语位语都被省略了 因为它主句中出现过 这个记住 as在书面中表示像什么什么一样 引导状语从句 它一定是个连词 一定是个连词 如果跟主语不一样 当然不能省略 我们看看这个句子 air is to man as water is to fish 空气对于人就好像水 对于鱼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 as后面任何成分都不能省略 因为它跟前面主句 它没有重复的 它没有重复的 所以它没有被省略 但有的时候 主语跟卫语如跟主句一样 这个as后面就被省略了 我们看一个老托夫的改错题 看这个案 in new york like in some other cities inverment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在纽约市 正如在很多其他城市那样 环境污染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个句子哪里错了 我们很容易看到like错了 为什么呢 like是借词 我们又加个借词段语 这个搭配非常别扭 那应该怎么改呢 我们有刚才知识就知道了 like错了 怎么改呢 改成as 在纽约市 正如像在其他城市 很多其他城市那样 环境污染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你看到这as后面又只剩了一个借词段语了 一个状语了 为什么呢 as逐语位语都被去掉了 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纽约市 正如在一些其他城市里面 环境污染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纽约市的环境污染也是变得越来越严重 咱们看省略的成分是这块 写全是这样的 in New York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some other cities 所以只剩下as in some other cities 这个结构 这回我们能看清了 再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 像26课 155页的第13行到第15行 26课 155页13到第15行 这个句子咱们未来还会讲 他说 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some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as by falling into inaccessible caves or into an ice crevice 先看到这 他说几乎总是由于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情况 咱们讲过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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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情况 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陆地动物的这些痕迹 它能够幸存下来 正如 它掉到了一个无法到达的山洞 或掉到一个大冰窟窿里边去 陆地动物的痕迹能够幸存了那样 大家看到了吗 is crevice 又是 这个紧跟了一个戒指短语 那么省的是什么呢 咱们猜猜猜猜猜猜 省的是不是就是 tre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对吧 它下面就都有了嘛 是不是 这个总是几乎由于非常特殊的情况 陆地动物的痕迹能够幸存下来 正如他们掉到一个无法到达的山洞 或掉到一个冰窟窿里边 陆地动物的痕迹能幸存下来那样 你看 这是不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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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线的部分前面都有了 就整个s只剩下状遇了 再往后看 正如like的sabarian mammoth 正如那些西伯利亚蒙马像那样 这个like是没错的 它是借此 我们家的名字端语 这个不能为s 对吧 再往后看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整个动物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整个动物都会保存起来了 正如s in a refrigerator 正如在电冰箱里那样 大家说说 s在后面省得的是什么 s后面几根状遇了 是不是正如在电冰箱里面 整只动物被保存下来了 有的时候像猛马像这动物呢 掉冰窟里边 整只动物被保存下来了 是不是省得的是这个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as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in the refrigerator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猛马像 整个动物有时候都会保存下来了 正如在冰箱里面 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一样 一条鱼 冻在冰箱里被冻住了 你看是不是 这个结构 s结构 跟本文中 这个省略是一曲同工的 所以大家看英语写作 是一个半文半理的学科 它简直像理科 像数学公式一样 确实这个好好的钻研 第三句话 咱们看在这儿